哎呦喂妈 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评论区 一致的要求 然后把车上那个黄带子剪下来 说是不吉利 得了 听人劝吃我饭 我现在可听话了 你们说让我干啥就干啥 咱马上停车 把它剪下去 对了 刚才那个 跟我留言说 想看绿树成荫去伊犁 想看民族风景去喀什 我想问一下 我想吃羊肉串 得去哪 人不都说 新疆的羊肉串特别好吃 还有新疆的大葡萄 再就是新疆的美女 虽然我是女的 但是我也喜欢看羊眼的 这个袋子是在那个哪呀 西藏 这个是 我得拿茧子脚 这个是哈达 好了 OK 完事了 好了 咱们接着出发了 今天差不多就能到哈密 这一趟旅行给我晒的怎么又黑又黑的了呢 这是什么什么事 正儿八经的那个大麦大麦色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的两点了 咱们快到哈密了 那个叔叔阿姨兄弟姊妹们 你们有没有在哈密生活过的 或者是过来旅游过的 叔叔阿姨们兄弟姊妹们 哈密哪个地方有好吃的 比如说那大羊肉串 咱去揉两串 尝一尝 人家不都说羊肉串来新疆 必须得吃吗 是吧 新疆第一站先吃上 第二件事呢 就是咱家这个车前两天掉那个马葫芦 就那个井盖里边了 然后把前边卡的有点 好像是有点变形吧 那个车轱路就是吃胎 挺严重的 需要做一个四轮定位 就你们知不知道哈密这个城市 哪个地方可以坐 咱家车呢 是高是得需要两米八 宽得需要两米三 长得需要六米 就是能车能开进去 有这么大地方的 然后你们就给妞 在视频下方留言 妞在这里先谢过你们了 然后那个咱家这五块钱司机 我跟你们说 真是不行了 不去西藏了 就会咋咋的要命 准备到哈密以后 找个会计公司打个包 放回家不要了 既然不去西藏了 就啥又没有了 现在五块钱都有点多余了 你们说是不是 人家都说新疆有楼兰美女 万一我看见什么楼兰帅哥呢 都是不好说的字 是吧 咳 嗯 因为我怕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